各位大家好 賣這個電動玩具方面的這個HDMI的截取卡 最在意的就是視訊的延遲 很多廠商啊他在賣這個HDMI的視訊截取卡宣稱要連接什麼 什麼PS5啊PS4啊什麼switch的這些的截取卡廠商 他們都說他們自己的截取卡的視訊延遲非常非常的低 那麼到底要怎麼正確的測試出這個HDMI截取卡的視訊延遲 想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用一台電腦打出一個碼錶出來 然後HDMI給他拉出來 將這個電腦的源頭 分出兩路出來 一路連接電視 另外一路呢接這個截取卡 由PC OBS 顯示出來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就比較說這個 電視的這個數字跟 OBS上面的數字的差異是多少 這個方法會有問題呀 我們就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先假設 這一支的延遲是 100ms好了 然後 這個電視他本身有延遲啊 假設他是30ms好了 也就是說啊 這個東西他的數字跑到100的時候 這邊是0 然後這邊是70 是吧 70-100是不是30 然後呢 這邊 0-100 是不是就是等於100 那 這邊出現的是70 這邊出現的是0 所以這樣算出來的結果呢 這支結局卡只有70而已 可是真真實實這支 有100ms啊 所以啊你用電視 的數字跟 OBS上面 的數字相減 那個延遲會低估了 應該會更高 實際會更高 原因是因為 這一個 這個地方有延遲 電視螢幕有延遲 那麼 這個就是可以做手腳的地方 如果我今天拿一個非常高的延遲的這個電視的話 比如說延遲是50 那我是不是可以控制我要的數字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算這個 視序結局卡延遲的時候 不能夠由電視跟OBS的數字相減 應該是由 這一台的 原始的畫面 跟你這個OBS的畫面去相減 這才能算出是真真實實 另外啊 你這樣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HDMI的分配器 也有延遲啊 就很多的變音參差在一起就是 你怎麼說呢 到時候就會推 責任說 不是啊 是因為他的延遲又怎樣的 就造成很多的模糊的空間 尤其是這台電視啊 這個電視他的延遲 是可以做為一個調控的 我今天拿一個延遲非常高非常高的 那我就可以算出我的延遲是非常 視序結局的延遲是非常低的 這個模糊空間就很大 所以我們要真正算延遲 你就拿 筆電跟他去做比較 因為我們這一支USB2.0的這個擷取卡的 視訊延遲 的測試來看 電視他的延遲是30ms 這個減到他是30ms 然後呢 這個 扣掉他大概是70到80ms 那所以 這個兩個相減變成50ms 你這樣算 有電視的畫面去扣掉他就變50了 我們等一下也要測試 各式各樣擷取卡他們的視訊延遲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就不要直接透過這個 電視的 我就直接兩個這樣相減 就算出一個答案出來 這一支啊在 兩三年前啊在募資平台 打廣告非常的兇 還宣稱說啊連這個 什麼 任天堂的這個Switch他的延遲非常的低 然後他的做法就是透過這個電視 來 來算出這個延遲 但是我們今天用這個 這個 螢幕就是發射端的螢幕 跟 接收端的這個 OPS 直接算出這個延遲 你這樣看一看大概延遲大概是八九十左右 因為這個數字啊沒辦法算很精準 因為我們這個 商用的這個攝影機啊都會有誤差 就是他測量出來的延遲沒辦法算到非常非常的精準 就是大概而已 大概就是80左右 再來這是第二支 這一支啊 是我目前看過全地球延遲最低的視訊截取卡 你可以看延遲大概是在30到40ms左右 就是大概啦 因為我們測量都會有誤差沒辦法算得很精準 這支是很厲害 那 怕有廣告嫌疑說我就用膠帶給貼起來了 再來這一支 這一支是中國大陸白牌的廠商做出來的USB3.0的截取卡 其實這支晶片呢他叫做MS2130 那他的前一代的晶片叫做MS2109 我們剛才不是有說到嗎 那個在兩三年前在主打這個任天堂switch的那一顆的晶片就是用MS2109 他做出來是2.0的 那這一個晶片是MS2130是他的下一代的晶片 那這一支下一代的晶片 也沿用到 最近那個品牌也說宣稱說第2代的這個任天堂switch的這個 截取卡 那個也是用這一個的晶片啦 MS2130 只是他的外殼重新 改良過了 那 事實上你要看那一支的延遲就跟這支是一模一樣 這樣看來大概就是60ms左右 60 70ms左右 這一支 我們現在研究一下為什麼 有些截取卡的延遲會特別的高有些會特別的低 像剛剛我們講的是 這一支啊 他就有30ms而已 那 剛才講的還有一支是這個 那個2021年在這個任天堂廣告非常兇的這個截取卡 他 其實是到80左右的MS 那 這一支他們的二代 用了一樣的晶片 這就算算大概是70 80ms ms 左右 為什麼 有些會特別高有些特別低 有兩個 最重要的音質 第一個是USB2.0跟USB3.0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用USB3.0的話 他可以做什麼事 他可以丟出一個YUB的這個訊號沒有壓縮的 HDMI訊號 給他處理 然後呢他用YUB就是沒有壓縮直接丟給電腦 電腦也不用解壓縮就直接就呈現出來了 所以他延遲就會更低 這第一件事情 就是 USB2.0 跟USB3.0這件事情跟那個YUB跟MOTION ZPEG扯上關係 如果你今天是用USB2.0 平寬很窄嘛 你沒辦法丟原汁原味的畫面丟給電腦 所以他必須要壓縮成MOTION ZPEG 才可以進去這個USB的洞裡面 然後 進到這電腦裡面 電腦還經過解壓縮 解那個照片 MOTION ZPEG 一張一張的照片 所以 這樣的延遲當然就會提高了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第一件事情 平寬的關係 平寬影響的是丟YUB跟MOTION ZPEG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你這個擷取卡裡面 到底有沒有 SCALE的晶片 就是一個SCALE UP或SCALE DOWN的晶片 通常啊 HDi訊號是1080p進來 他可以丟出去是720p出去 或者是720p進來 他可以丟出1080p 出去 這個就是有SCALE的晶片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比較高的那兩台 像這個3.0這一支 跟 2.0的那一支 他其實就是有SCALE的晶片在裡面 那 第一個 尤其是2.0那一支 第一個他已經線線上了 用MOTION ZPEG丟進去了 他電腦要解 再來就是說他還有一個晶片在裡面 要做一個處理大概要 花個20ms 所以 這個晶片的這個因素又加進去 那我們剛才看到這一支 很低很低的這一支30ms這一支 他厲害的地方是說他是3.0的 他丟YUB進去嘛 那再來就是他裡面是 沒有SCALE的 他就是 怎麼進去就怎麼出來 他就比如說1080p的HDi進去之後 也就是1080p的YUB就出去了 他不會變成720p也不會變成480p 720p的HDi進來之後 他出去也是720p 他不會變成1080p 他就是怎麼進就怎麼出 這樣的因素很低 可是這個東西 就會有一個抉擇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訊號是1080i進去的話 他這邊就不會有畫面 或者畫面會呈現的是就一半而已 還有再就是說 你今天的畫面是720p進去 他沒有辦法呈現1080p 那有一些軟體很特別 比如說你今天訊號是1080p 訊號進來之後 他一直1080p出來嘛 有些軟體他就吃不到1080p 但是有SCALE的話他可以降到480p 或者是720p或者是640p 都可以 所以通常這種不帶SCALE的這種檢取卡 他的相容度會稍微低一點 就是會賣給高手 就是你懂得檢取卡的使用者 你會用到這種沒有 SCALE的這種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是 電腦小白的話這個東西 對來講會 很多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問題出來 並不是說每個都是一個專家 我們有一些使用者希望說插上去就有畫面就好了 那他也不在乎是延不延遲 我們有加SCALE的好處就是 可以讓這些錯誤率讓他降低 但是相對的他帶出來的問題就是他的 那個延遲就會稍微增加 那我們公司賣的擷取卡都有帶SCALE 是因為我們賣的客人主要的 對象並不是打電動玩具的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都會加SCALE在裡面 比如說你今天 1080p進來也可以出來720p 720p進來也可以走1080p 所以我們通常你要用這種東西去做打電動 我們通常說哎你要接一個HDMI輸出 再額外接一台電視來看 你不能用你的OBS直接當成螢幕 你今天要 拿 OBS 電腦直接當螢幕來看的這種結局卡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 他的頻繁是不是USB2.3.0 好 這個跟YUV有沒有壓縮是同一件事情的 第二件事情是 他有沒有帶SCALE 有SCALE的話就算你是USB3.0 他還是會多個2030ms出來 這樣的 這個視訊顏值還是會稍高的 我們一般正常 打電動用OBS來當螢幕來看 能夠接受大概就是30-50ms左右 有些50已經不能接受 最理想最小的就是30 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就是這一支